各位好,今天11月10日大笑胡胡,我是余子剛,輝立證券高級業務經理 最近消息,習近平主席前日帶同美國總統特朗普 暢遊了象徵天朝盛世的故宮,過足了皇帝引後 都簽署了總值金額二萬億港元的合作協議 相信對未來中美關係屬於正面,同時利好經濟帶動股市 港股方面,這個星期平均成交也有1100億 恆生指數今日也收過29120億,成交也是1094億,跌了15點 很多大型新股表現都向好,帶來資金繼續流入股市 港股也帶來很多正面的作用,本人也是股市的好友 相信11月都使得住28750點支持位水平,可望突破29300點的水平 股市場網也值得留意銀行股票,大笨象匯豐銀行五毛仔 9月中都見低位是73.2,反彈直線向上,形成了上升趨勢 該股的牌勢也有5.1%,值得作中長線投資 現在都處於76元之間的上落,至目前市場的氣氛這麼好 股福銀行五十二周最高都是79.65 如果能夠升穿78元,可望去到82元的水平 但如果跌到74.1元,要重新部署了 今天介紹到此為止,多謝各位